Granville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前進戰略高地 我是主持人鄭一貞 歡迎我們的粉絲們 我們的戰粉們 來到我們聊天室要幹嘛呢 首先歡迎大家先來 加一刷一排漢堡 留下你的城市坐標 您今天在哪一座城市 收看前進戰略高地呢 當然非常歡迎大家 跳出聊天室來幫我們按個讚留言 YT 大拇指向上那個就是讚了 首先也非常邀請大家 一定要記得來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每個禮拜都有很多好朋友 來到我們的頻道 我們是Base在全球大視野的 YouTube頻道裡面 那麼小鈴鐺旁邊這邊呢 會有一個訂閱 如果說您已經按下去 已訂閱就會像一針這樣子 已經打了一個勾了 我們現在頻道呢 早就已經突破百萬訂閱者了 我們現在呢更要努力往上衝 目前呢卡在101萬很久了 歡迎大家來邀請您的好朋友 喜歡外交軍事戰略新聞 有關兩岸話題的探討 歡迎大家呢找好朋友來一起呢 把我們全球大視野的頻道給訂閱起來 那麼再來呢有好康要報給大家了 我們現在呢想看我們的新聞啊 除了在YouTube頻道之外呢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呢 下載中天新聞網的APP 讓你抽獎抽大禮抽機票 我們真的有好朋友抽到機票 我當時看到的時候 我也是替他高興耶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禮拜抽什麼呢 不論你是蘋果手機安卓手機 都可以下載 你就搜尋中天新聞網APP就可以了 完全免費下載 訂閱按讚都是免費的 好七大好禮其中呢 每個禮拜大家最期待就是 這個禮拜機票抽哪裡 來告訴各位 這個禮拜呢 英達旅行車為大家準備了 越南胡志民市的來回機票 那麼當然有很多樂園的票啦 或者是運動項目啦 博物館等等的折價券 以及小七咖啡 好歡迎大家給我們五星好評喔 輸入推薦代碼的部分呢 一貞是CTI626 我的生日 然後也有我們很多小編 我們新聞團隊的代碼 我們也在標題上上給大家 歡迎大家一起幫我們充人氣 好再來呢 讓你拿獎金 總獎金六百萬 沒看過這個活動可以辦得如此的盛大 而且已經第三屆了 我們旺旺少親獎 一律都是線上報名 歡迎所有的全球華人 都可以來報名 喜歡音樂的詞曲創作的 來趕快發揮你的創意 結合孝順的理念 一律線上報名 暑假最後一天之前 都有機會 台灣海外地區的朋友報名 掃描QR Code 大陸地區朋友報名 請掃描QR Code 那麼有詞曲組 有短影片組 10月1號公佈獎名單 第一名呢總共有三名喔 獎作家獎金四十五萬台幣 這個人民幣大概有十萬塊錢囉 邀請大家共襄盛舉 馬上進入我們今天的節目主題 最近大家都在探討兩岸的議題 我們可以發現 最近呢也蠻多軍演的 首先我們先來介紹我們棚內的 三位重量級來賓 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了 國際時事專家也是 前立委蔡政委員蔡委員 主帥好大家好 還有我們帥化名帥將軍 大家好 前空軍副司令張燕廷張將軍 主持人好大家好 首先我們先從八一建軍節來看 現在應該說接下來 過去跟接下來 中國大陸他們會採取什麼樣的方向呢 在軍事的部分 首先我們先看喔 最近的呢就是2023年的八一建軍節了 那習近平主席呢 到了西部戰區去視察 同時呢提出了五個要點 我們就來看 這五個要點到底裡面 透露出什麼樣的端倪呢 首先第一點 要緊貼任務需要 然後深入推進軍事鬥爭準備 好第二點 要周密的組織日常防空 第三點 推動新裝備新力量 加快形成戰鬥力 來第四點也很重要 統籌航空兵部隊 及地導雷達電子對抗等部隊發展 第五點堅持不懈的 要這個實戰化的軍事訓練 實戰化軍事訓練 好這是今年的 那去年的時候呢 一樣八一建軍節 那麼中國大陸透露出什麼樣的訊息呢 去年是奮力實現建軍 100年的奮鬥目標 今年是建軍第96年 距離100年很快就要來到了 他說不斷的開創 強軍事業的新局面 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提供戰略支撐 在去年的時候呢 還沒有講得那麼明白 在今年直接五點都來了 蔡委員您怎麼看呢 這五點分析 習近平主席他有三個身份 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 他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 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委員會的主席 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軍事委員會的主席 那對於一個軍事委員主席 其實就是三軍統帥 三軍統帥又是國家元首 所以是國家元首也是三軍統帥 也是執政黨的領導人 他對於軍隊講話的任何講話稿 一定是經過軍事委員會詳細的規劃過 才提出來的 所以你不能把它看作一個 好像是隨興的鼓勵士兵的講話 他一定有很深的涵義 裡面一定會把整個解放軍的建軍 這個的路線以及備戰的方法 都會不斷的透過各種他的講話裡面 去作為傳遞給整個解放軍的重要訊息 所以為什麼他的講話會變得很重要 就是他就是政策方向 制定者透過他的口中把它傳播出來 一個國家在運作的時候 不一定是用紙面的方式 在傳遞一個國家治理的訊息 領導人講話事實上重要性比一般的 什麼白皮書政策有過之而不及 那我們來看看他的講話 他提出五要 這個提出五要第一個簡單講 就是要準備打仗 要有打仗的能力 第二個可能也是受到俄乌戰爭的影響 平常的防空就要注意 不管這飛彈是來自台灣來自美國 或者來自印度任何個地方 要擊落 任何飛行物都要擊落 可能涵蓋的範圍 不只是一般習慣上講的導彈 戰鬥機 衝炸機 那可能要包括無人機啊 等等其他的飛行器 第三項呢 表示說解放軍的軍工產業 後面有了新裝備新力量 這種新裝備新力量投入 這個要快速形成戰鬥力 那最標準的就山東艦嘛 或者未來的福建艦 只要你成軍要很快有這個戰鬥力 要形成戰鬥力 他們兩位前輩啊 大肆在這裡 我就是話捨天竹一下 他基本上就不斷地演習吧 是 這個你不演習就很難形成 你不可能真的找到對象來打仗嘛 第四項的 他稍微比較細一點了 就是要統籌航空兵部隊 這個最近他們海軍的防空部隊啊 已經全部都移給空軍了 他們以前的分配的方式 海軍有龐大的航空兵的人力 現在好像大部分都移給空軍去運作 那好這個地面的導彈 雷達電子對抗等等 既可以進攻又可以防守的 那最第五個是軍事目標啦 軍事訓練要實戰化 看看俄羅斯怎麼打 烏克蘭怎麼打 我們不能關起門來 根據教案根據規劃打 俄羅斯最近跟北越都很糗 兩方面做了很多規劃到戰場上面去 都不管用 一直在修改一直在調整 那個帥長軍會說這是學習 真的是這樣子 是 原先的作戰計畫 幾乎我看到俄羅斯的報導 以前沒有無人機嘛 現在有無人機了 俄羅斯的自己就暴露他說 我們的作戰計畫 曾經一天改五次 我都不想一天改五次的 抽戰計畫怎麼打 表示他們面對的新的情況 以前的士兵 包括連指揮官 那個營指揮官 呂指揮官 呂指揮官 可能都沒有面對這種新的狀況 所以 雙方面都在學習 北越也是一樣啊 北越說我訓練九個呂 哇好厲害啊 什麼什麼這個暴鱷啦 什麼布雷戰車啦 碰到烏南 打到現在怎麼樣 前進三公里 我在當場暈倒 死了兩萬年前進三公里 然後指揮官頻頻被撤換 俄羅斯也一樣喔 俄羅斯外頻頻頻被撤換喔 所以表示很多面對新的狀況 這個應該怎麼計畫趕不上變化 對啊 所以這個實戰化是一個軍隊最嚴厲的考驗 我們假設說這樣打是對的 結果到了戰場上面全部推翻掉啦 那所以那個反應就變得很重要 這個可能請他們家兩個有實際經驗 比較清楚 這種臨時調換喔 哎呀這個實在看到那種戰爭很恐怖 已經死人死一堆了 才開始改變作戰計畫 很可怕 所以習近平可能有建於 不過最終的目標是 100年奮鬥目標 建軍100年 其實到了吧 對 這種目的是在 中華民主的偉大復興 要有一個很強有力的軍隊來護航 那其他的可能就是 李尚福他們要去執行 國防部長各軍種的司令 各戰區的司令 司令員就要去面對這些問題啦 沒錯 2027年的時候呢 馬上就到了這個 建軍100年的時間了 那當然首先我們先來看 那中 這個國防部長怎麼說呢 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啊 他就說呢現在的目標就是 要加強煉兵備戰 推進統一 他說的這番話 裡面還有什麼樣的含義 當然軍人嘛就是服從上級的命令 就是黨怎麼說 主席怎麼說延續下來 但是最近還有一個動作比較大 大家也在看的就是 這幾年的確呢有一些這種 我們說新的戰法新的科技不一樣了 導致呢很多的戰略也不一樣了 那現在 這幾年大家很關注就是火箭軍的部分 那麼中國大陸呢最近啊 蠻大動作的 有人說是在整肅啦 有人說之前的這個火箭軍的高層啊 可能涉及貪腐或洩密等等的 然後就被換掉了 這一次呢據說是跨軍兵種的升級進行 火箭軍的高層換馬 首先我們來看這一位是徐熙勝 原本他是南部戰區的副政委 以及南部戰區的空軍政委 他現在是火箭軍的政治委員 還有這一位王后斌 他是解放軍海軍的副司令員 現在是火箭軍的司令員 那麼這樣子的換將有人解讀 是不是用人為忠要一個信任呢 張軍怎麼看 不見信任啊 跨軍怎麼換領導 對 我們有個潛力可循 你記不記得民國38年39年 我們軍艦什麼 重慶號投共中共 有沒有 所以那個時候海軍總司令 就換陸軍的貴永勳來整頓 就是整頓 空軍也換過賴明湯來整頓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就是你講的中置 第二個 他沒有整頓裡面的貪腐啊 他沒有包袱 我可以下重手 不會官官相護 這是一種看法 另外一種看法呢 在戰術上來看 因為火箭軍面對兩個任務 一個是要攔截美方日本的艦隻 要打掉他的船 所以海軍的來 跟對對方的艦船的攻擊 他是不是有點研究 對 那這個空軍的 他是要配合空軍的轟炸 消滅台灣的雷達戰 跟他也可能有所指導 所以就是說 從戰術面他也有這個理由 從內部整頓也有這個理由 但是我比較重視 這個不重要 我要重視前面講的話 習近平講的話 不是說我們向很多政治人物 開個空頭支票 前瞻部署 前瞻什麼計畫 前瞻計畫 他這個講這個話 跟他的實際的行動 我們看得出來 對 你看我們最近三年 共機的繞台 三架五架 到後來十架十二架 三十幾架 幹嘛 這聯合作戰的實戰經驗 這個時候要配合電戰機 電增機 反潜機 這個轟炸機 空優的這個全二十 這就是慢慢接近實戰 第二個 為什麼 2027這五年 為什麼習近平是暗示了 建軍一百年就是2027 對 為什麼美國也在喊2027 你要看啊 他的建軍的速度啊 你看他現在 我們最擔心的是他登陸作戰 登陸作戰 他現在已經有 四萬噸級的 六萬噸級的 四萬噸級的 有四條 那其他小的噸級 三千噸級的 有一百多條 但是呢 他為了確保登陸成功 他是不是還在做 那個四萬噸級的後面 還有一條在做 那還有四年 是不是還在做 對不對 他這個 這個登陸的戰力 是不是增加 空軍 對 他一年產80架 殲20 現在是200架 五年以後呢 就變600架 所以這個力量就是說 他就認為可以收復台灣 在軍事上的準備 對 是大致完成 你看哈姆 遼寧號也把它改成有戰力的 對不對 山東號已經浮育了 對 福建艦馬上要下去了 馬上要下水了 後面這四年時間 還有另外一條 沒錯 錯錯有餘 所以將來就變成五條航母 五條航母做南北的這個 阻結美日的這個增援 他力量是足夠了 是 南北各擺兩條就夠了 所以我們看他建軍的速度 你看他的05大驅 又要做十條 是 052的又要做十條 那就增加二十條 飛彈驅逐艦 這剛好配合他四條到五條的航母 他是不是戰力完全完備 所以慢慢越來越看 2027是一個關 政治上講 建軍一百年 解放軍獻給習近平 是收復台灣 對 這個大禮 對不對 我覺得2027是一個關 因為 從他現在的 不停的軍演 跟俄國也軍演 自己也在軍演 軍演就是說 因為彌補他沒有實戰經驗的 新創的這些船 艦 炮 所有的東西 那從單兵的演習 像我們以前部隊裡面 五教練 三個人五教練 然後十二個人的班教練 然後在信部的排的教練 連教練 他是 編組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就越來越困難 我跟你講搞這個三軍聯合演習 其實非常困難 因為協調的問題很大 連接的問題很多 長官跟部署的默契 很重要 對 對不對 沒有默契的 真的電話裡講半天講不清楚 那麼有默契的十個眼色 都知道這要幹什麼 但現在中國大陸已經 已經可以跟俄羅斯 連語言不太一樣的也可以 跟俄羅斯演習的話 也有排空了 不是 讓你日本 你不要給我亂動 他跟俄羅斯兩個的軍員 就是警告日本的 日本你要顧量一下 你到這邊來 面對的解放軍 北邊還有俄羅斯的東西 所以 2027我越看了 越是一個 他到了一個某個程度 就現在 可以打 他損失比較大 對 但是他練熟了 他打 他戰果豐碩 他損失比較小 任何一個軍員都希望 我自己損失的最小 能夠獲得最大的戰果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覺得他司令員換不換 對我來講不重要 我都很注意 他的政治上 也在想百年 剛好是他的 後面兩個任裡面的一任 他不懂不能到最後交差的時候 才來武統台灣 當然打不打 國際政治有關 但是這個是代表他 習近平要求之下 他的軍隊已經完成 完成打仗的準備 他已經準備好 他可以不要打 但他已經準備好了 他就是要準備好了 就是說我 造的船 造的艦 造的炮 造的飛機 都能夠完勝的這個兵力 訓練也要這時間加強 所以他現在還有空來 關照防空 以前我們打仗都喜歡 猛往前攻後面的東西 他現在都考慮到 就是說你美國要干預的話 他要做這個事情 中國的建軍 中國的造建 我們可以看到了 中國的大戰略 他不求快 但是他SOP慢慢來 那現在已經到了一個 非常關鍵點 你知道對中國人來說 100這個數字呢 是會有很大的轉變 這個數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而且習近平在去年的時候 就已經告訴大家了 建軍100年奮鬥目標 想當然而 中國的建軍呢 他們是有他們的 循序漸進的 好100年 他們的目標會是什麼呢 接下來 今年5點已經告訴大家了 然後呢 如同帥將軍所說的 這些都不是只是 含含口號而已 而是真正在落實 來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大陸央視一樣在八億 建軍節的時候就曝光了 山東艦穿越台海的畫面 以及殲-15艦載機 掛彈起飛 那麼當時候還訪問了這個 飛行員鄭子謙 他這樣告訴大家 他說呢 每一次起飛都是戰鬥起飛 是隨時準備作戰的 而且呢山東艦啊 現在呢 很多專家都在分析 他上一次在四五月的時候 已經接近關島了 已經到了這個初第一島鏈了 未來呢這樣的演習 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對這個山東艦 它這個起飛的外型 它上面掛的彈 是霹雳的 空對空的飛彈 它空對空的飛彈 它就是強到這個自空權 如果它放的是對海打擊的 還有對地攻擊的這些飛彈的話 又不一樣 會比較重 空對空飛彈比較輕 因為它強調的就是 只要打飛機就可以了 那它這個 它穿越台海的畫面 我還有到第一島鏈在那邊活動 因為我們知道航空母艦的訓練的風險 比在平地用一般的機場來看 難度是高 我們知道航空母艦 它雖然它的長度是305公尺 但它可以使用的跑道的長度 也只有130公尺 你看它都短短的 它不是全 這個全艦式的跑道 它是在中斷的地方 有一個這個 那個我們叫做的阻隔板 它把那個亂流 把它噴射的這些流 把它擋住 也可以增加它的推力 有一個後座用力 讓它起飛 然後12度的角度 那遼寧號的話是14度 這是12度的角度起來 換句話它是非常的短 那非常的短的這個跑道的起飛 它的難度 它的難度就是比較高 風險就比較大 那尤其它這一次在花東 還有在第一島鏈 它這個18天總共620架次 它還包括了夜間的起降 那夜間起降 我們要夜間的人件度是非常的差 那它能夠起飛跟降落 那降落 航空母線上的降落是更困難 因為它的跑道的長度 就短短的才100多公尺 那這100多公尺 它有三個攔截鋼繩 三個攔截鋼繩 它要掛到這三個攔截鋼繩才可以 它掛了三個攔截鋼繩 我們知道它掛三個 能夠掛到第一個攔截鋼繩 就20% 你100架 只有20架能夠掛到第一條 那掛到第二條攔截鋼繩 是80% 就變成第一條跟第二條 加起來是80% 能夠掛到第三條的 總共是95% 換句話說有95% 可以成功落到六段線上 5%是失敗 5%是你要重新來過 因為你三條都沒有掛到 你三條都沒有掛到 你就要重新來過了 所以風險是很高的 那晚上更困難 晚上在空中 根本看不到 看燈 看不到只有看燈號 因為航空母艦是亮亮 那燈號 你高還低 晚上我們的人 對高度的判斷很差 你5000尺跟在2萬尺高度 你看起來差不多 晚上你的這種感官是 因為視覺的影響 沒有辦法克服 那是看燈號 那看燈號 有紅燈有白燈 靠紅燈跟白燈 這樣去降落 調整到它正常的下滑道 晚上的風險更高 它能夠成功降落 你看它現在這個行為 落上去掛在上面 你知道就是三條 第一條25% 能夠到掛到前兩條是80% 能夠掛到前三條的95% 沒有100%的啦 所以他們經常要去演練 你不演練你會生疏 你演練的話 你生疏的話 你在海上 你如果一直沒辦法落艦成功 那由一艘竿也不要跳傘 你這個飛機有去無回 飛機飛出去的人回來 人跳傘啊 會這樣子 因為旁邊沒有陸地 你在緊急情況 你就是落那個航空母艦 其他那個旁邊那五艘的那個護衛艦 還有這個飛彈驅逐艦 那個是不能落 不能落的 你就這個落 沒有辦法 你就沒辦法 而且就是一把 它這個起飛有兩個跑道 你注意看 福建艦將來電纜車 它有三個跑道 但是落艦只有一個跑道 你落艦就這一個 沒有沒有第二個 沒有第二個跑道 如果是有飛機降落失敗 或者在上面有這個四肢 要立個搶救 立個搶救馬上排除 因為後面還要落 是這樣子 另外一個 那個鋼繩 三個鋼繩 有時候還會斷掉 你不是一直掛掛 就這個不會故障的 有時候會故障 你故障你還剩兩條 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那個要求的精準 困難度 風險度都很高 另外一個 就是後勤保障要做得好 因為海上我們知道 濕度嚴度很高 對發動機 對飛機 對電子艙 對這些電戰設備 對飛彈 武器系統都會影響很大 那它這樣 我感覺出來這620架式 沒有墜毀 沒有意外 嚴重的意外事故 沒有 換句後勤保障 也到達一定的水準 所以我們都要講 料離從寬 或者是濾脊從炎 我們都認為 在這一方面 中共在訓練這一方面 遠洋訓練 還有航母的起降訓練 包含夜間的這個 這個落艦 起落艦的訓練 都要到達一定的水準了 要不然 會發生飛鞍事件 所以我們來拿這個 飛鞍事件的這種可靠度 這個嚴謹度 來衡量它的戰力值 也就是說 其實啊 現在呢 中國大陸的三航母時代呢 即將要進入 就是深藍時代了 就是呼應習近平所說的 深藍深海深空 那麼遼寧艦呢 第一艘遼寧艦 平時平均一年 它在西太平洋的演訓呢 遠海的演訓 大概就兩次 那現在呢 山東艦也出群了 而且呢它是越走越遠了 很多專家都分析喔 今年有可能會進行兩次 甚至更多第一島鏈的演訓 那接下來 大家都在等著看 原本以為7月多 那接下來8月9月 有沒有可能 福建艦要來進行它的海試呢 好 隨時關進 關注全境戰略高地 有任何最近消息 我們都會告訴大家 那麼接下來呢 其實大家也在看喔 普丁的下一步 普丁其實啊 這幾年開戰以來 其實他非常的忙碌 但是呢 他整個大外交的戰略呢 他從來沒有放棄 他已經先說了 好 8月多在南非的這個 金磚峰會 我不去 但是呢 他說 10月份的 一帶一路 十週年 這第三屆的峰會了 一定會去 而且是本人會到 那麼為什麼會去 大家也在想 很多人在說啊 哇 你是冒著這個 生命危險 因為呢 主要就是因為他之前 有被這個 國際法庭通緝的 這件事情喔 普丁 國際刑事的法院 對普丁有發出 逮捕令 好 等等 雖然有一些豁免等等的 好 我們先來看 很多人在看 一帶一路呢 我們說 海上私路 路上私路之外 會不會有這個 冰上絲綢之路 講的就是 北極的航道了 那北極的航道呢 有什麼樣的優勢啊 的確 他每一年呢 其實雖然說 只有幾個月 7到10月 熔冰期的時候呢 可以來向東航行 但是呢 現在科技很進步 2024年開始呢 會有核動力的破冰船 來進行護航 我先來簡單的講一下 等一下我們請這個 蔡委員幫我們分析喔 好 優點就是呢 運輸時間變成28天 如果說從大連把商品 你要運到路特丹去 如果你走原本的路 導播你可不可以給我 下一張電視講 地圖看得比較清楚啦 來這邊 如果說你從大連 你原本呢 我們走舊的路 你要把貨送到路特丹 你要怎麼走 往下面馬六甲 然後穿過來 在蘇伊士運河 地中海到路特丹 傳統航道全長呢 是10731海里 這個需要36天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經過蘇伊士運河 要不要付錢 要啊 你要付這個 過路費我看是多少錢 一次好像就是 50萬美元的過路費 好 那如果說從大連 往北走呢 白嶺海峽 然後一路到了路特丹 哇 那這就很省囉 這個航道只要 7931海里 需要27天的時間 其實如果相比之下 的確省時省錢又省力 所以這會不會是一個全新的 我們包含了商品貨物也好 還有在戰略的部分 非常的關鍵 而且現在很多分析在說 美國輸了 中國俄羅斯 現在在北極新航道 是佔上風的 蔡委員你怎麼看呢 我們看這樣地圖 會被地圖給騙了 因為你會感覺到 紅色的比較長 藍色的比較短 事實上紅色的很短 哦 對對對 如果說地球是圓的話 因為地球越往北走的話 它那個距離越小 只是我把它展開以後 看起來 我怎麼那麼長 怎麼會省那麼多 對 我去過 參加聖彼得堡的 到芬蘭的破冰船的這個 參訪 那個破冰船 基本上以目前來看 效率不是很好 因為它除了破冰船 可以讓自己過了以後 它要讓後面的一艘船 過還可以 再後面的話 又接動 對對對 就有點困難 那如果有核能的 這個破冰船出現 那真的會對於這條航線 的開拓幫助非常的大 再加上現在 這個氣候暖化 他們 那個我當時問過那個船長 他說 他們以前破冰 什麼 他講的一堆素油 我不是那麼懂 他大概大概意思 他說 以前破冰是破多厚的冰 平均 現在縮小了一半了 那我去的時候是六年前 現在搞不好生了三分之一 暖化 所以他說因為暖化了 所以讓他們破冰船 在北冰洋的運作 還有波羅的海的運作 相對很方便很多 他說 你現在看著我們船 在破冰前進很順利 那以前我們停在那邊很久慢慢走 那我聽懂 那如果有了核能的 那效率就更快 對於這個中國大陸到歐洲 如果能夠走北冰洋航線 還沒到北極 還沒到北極 但離北極還有一點距離 北冰洋航線的話 那就是一個大突破 大突破的地方就是說 除了俄羅斯的西伯利亞的開發 幫助很大 對於中國東北地區的幫助 也會非常大 因為現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東西 運到歐洲 我的老天爲啊 經過幾個海峽 經過幾個空間 還要被美國人所控制 那北冰洋喔 美國人真的拿它沒辦法 你能幹嘛 走的路線都是俄羅斯的土地啊 而且俄羅斯的北冰洋 它的北海艦隊 大概可能是目前在 極地地區最強大的艦隊 美國的 你說航空母艦什麼 大部分都是在溫帶運作 在熱帶運作 它在北冰洋運作的這種船艦 就是剛才那個 我們張司令講的 就是你船的設計 它本身你要面對多少的緣分 多少的這個海的氣候 可是俄羅斯北冰洋艦隊 這些純粹都是為了北方的做的 北方做的 所以他們很耐寒 那這個對於未來 中國大陸別的不會造船很行 重新設計北冰洋所用的 這些輪船啊 或者這些貨輪啊 它會有很高很高的優勢 那這個冰上絲綢之路 你現在講是說 27天跟36天 看起來只有9天的時間 依我看喔 那是因為現在北冰洋的航行的速度 它估了比較慢 這個速度只是會越來越快 不像傳統的航道 你也快不到哪裡去啊 它已經有個平均的航速在那邊了 那如果以現在航行的速度 越來越快的話 尤其是夏天時候的 因為氣候暖化在夏天效果 比較冬天強很多 所以這個運輸的路線說不定會縮得比27天少很多 那對於這個中國來講 這是個大好消息啊 而且以前喔 北歐的很多的國家 包括這個挪威北部的很多的港口啊 以前不構成是一個貨運的重要港口 現在搞不好紛紛都變成一個重要貨運港口 以前他們是圍津海盜的聚集地啊 那是不能停貨輪啊 那以後搞不好就可以停貨輪啊 那如果說以戰略角度來看呢 孫陽軍怎麼分析呢 現在很多華爾街日報 就有一篇報導在說 北極成為大國競爭的新戰線 但他分析喔 美國已經落後中俄了 他說去年秋天 美國這個海岸警衛隊 金伯爾號Kimbell 然後他的巡邏 在白令海峽的時候 他說當時候就看到了 有七艘中國跟俄羅斯的船艦 在阿拉斯加的阿劉森群島附近 寒冷海域排成兩排載航行 如果以戰略角度來看呢 因為北極的戰略角度 第一個是講空中的攻擊距離短 因為地球圓了嘛 如果從北邊這邊射飛彈 就可以達到美國的中西部 甚至於到它的東部 西海岸的島 所以這是第一個攻擊的路線 第二個 北極航道開了 剛剛就是蔡委員講的 航運 因為航運呢 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 鐵路有一條 海上思路現在並沒有完全通啊 為什麼搞這麼多航母呢 就是要護航 因為馬六甲海峽 老共可以卡你 對不對 美國可以卡你 然後這個到了這個 越南啊這邊啊 菲律賓呢 都說不定美國會部署 然後到蘇伊斯運河又要抽稅 也可以卡你 對 所以海上思路的話 我現在多了一條 航運的水運的這條路 第三個 極地裡面開發的東西 是你想像不到的 但是也有風險 就是說解凍的洞土裡面 有沒有病毒 你不知道 遠古的病毒 但是也有很多 地下的所謂天然氣啦 特殊金屬的礦石啦 這些因為現在暖化以後 裸露出來的土地很多 所以其實北洋的這個北兵 北邊的這個北極的開發 早在五十年前 俄羅斯就在那邊有基地了 後來 新興的力量是中國大陸 也在拼命搞這個 搞這個當然跟俄羅斯是合作的 第三個你還沒注意到 剛剛蔡委員講的 有一點沒講 北洋艦隊 俄羅斯的潛艇大 潛艇是全部通 它在什麼兵帽下面都可以走 看來穿去你都看不到 而這邊的潛艇 俄羅斯是全世界最大的潛艇 帶來也是很多戰略武器 所以美國的威脅是來自於北邊的 因為北邊阿拉斯加有一個大的雷達 但是防空攔截以前只是面對太平洋 現在從後面來 所以這些問題都會 這條航道的開發 除了經濟上開發 戰略武器的航路開發 而且中國大陸的保障 海上輸入中歐班列再加上北邊洋 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俊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俊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益生俊 它是由多織菌種和益生俊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俊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費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進口 Food feel good